大家好,欢迎来到iMyPhone繁中频道 您也许有过Nine有讯息 或是来电传来却收不到通知的经历 Nine不会跳通知主要是Line App和手机导致的原因 今天我们将为您提供六个解决方案 当您的Line没跳通知时 可以尝试的第一个方法是 关闭Line之后再重新打开 为了避免Line在后台运行 您可以将手机关机后 等待30秒重新开机 再看看是否能正常收到Line通知讯息 此外,您可以在Line设定中确认是否关闭了提醒功能 打开Line App,点选设定 您会看到提醒和新讯息的选项 在这里开启这两个选项即可 请注意下面的小字说明 如果您强制结束Line应用程式 也可能会导致提醒讯息延迟传达或是无法接收 除了Line的通知设定 您还需要检查手机关闭的Line提醒功能 iPhone首先进入手机设定 会看到Line图示 点选进去后选择通知 开启允许通知 并勾选三种提示方式 安卓进入手机设定 通知 找到Line并开启通知即可 还有一个Line不调通知的可能原因 并使您将特定的聊天室设定为静音了 如果接不到某个聊天室的通知 可以进入到此聊天室中 点击最右上角的设定 在左上角会看到提醒是否关闭 开启提醒后 就可以接收聊天室的新讯息提醒了 Line有新讯息有通知 但是来电通话不会通知 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在Line主页进入设定 看到通话选项 开启语音通话功能 如果是iPhone 请一同开启整合iPhone通话功能 以及整合至iPhone通话记录两个选项 开启后可直接由iPhone来电画面 收到Line来电提醒 接听Line电话 最后 如果您在电脑版Line的设定中 开启了智慧手机不会收到提醒 手机中的Line就会收不到通知 登入电脑版Line 进入设定 找到提醒 其中您会看到有一个 使用电脑版时 智慧手机不会收到提醒的功能 关闭此功能 然后再测试看看 手机是否可以收到通知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本视频 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您有疑问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下个视频见